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本港地區今天天理不錯 有陽光 不過天理就好熱了 看回這方面 今天市區高溫有34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 都介乎35至36度 特別打鼓嶺有37度 不過這個情況在未來一兩天 其實開始有些轉變 原來從衛星相可以見得到 在呂宋附近有一個螺旋形狀的雲團 這個就是強烈熱帶風暴馬鞍 我們預計馬鞍在今晚的時候 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內 到時天文台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我們預計馬鞍進入南海東北部之後 會繼續採取一個西北的路徑移動 逐漸靠近珠江口附近一帶 並且逐漸增強 跟它相關連的一些雨區 相信明天稍後時間會開始影響我們 到時天氣會轉壞 風勢會增強 到了星期四的時間 我們預計風勢會進一步增強 有狂風大罩雨 馬鞍的風暴潮 有機會會令到沿岸和低瓦地區出現水浸 所以大家要盡快做好一切 防風、防雨和防水浸的措施 除了高空反擊船在本周後期逐漸增強 到時天氣會好轉回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會這樣 若初時將會大致天程 但各部地區會有趙雨 明天將會天氣酷熱和有煙霞 明天稍後天氣會轉壞 有幾陣狂風趙雨和雷暴 氣氛方面將會介乎28至33度 東方面吹和緩的西至低風 明天會轉吹北至東一風 晚上風勢會增強和海有湧浪 展望看回星期四風勢會進一步增強 有狂風大趙雨 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湧浪 海水的上漲有機會 會引致沿岸和低瓦地區的水浸 大家要特別注意 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仍然會有幾陣趙雨 在此提提大家 酷熱的天氣警告就嚴正生效 大家出外時間 寄進多些水 永遠中暑 不過明天出門口的時間 寄進戴伯姐 因為預計稍後時間 天氣會轉壞 好 這些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